大家好 我是艾元神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們要為大家帶來最新的攻略 元神聲戀眼巧萬策金活動攻略 沙中尾銜的對達大地之王 獲取元神4.5四場情報那麼話不多說 就讓我們開始吧 好的這一批的話呢是五到七週期 上面大家看到 智慧力量敏捷沒有問題 但是下面的話呢 指出了一個智慧詞條這邊怎麼刷就刷得出來 但是沒事啊 我們這邊只要猛做這個智慧藥劑就可以了 後面兩個詞條不出來沒關係 好 那我們承接上一批 來 先過來這個收菜 好 裝完菜之後呢來我們去做藥 常規鏈製 現在的話呢我們已經出了這個智慧藥劑了 大家看到有這個清新了 那我們這次的話呢就猛做這個智慧藥水 大家都像我這個樣子來擺放就可以了 放六朵 然後呢我們今天升級過這個藥爐了 這邊是0-1我們可以重疊一次 什麼意思呢 大家看我們拿一個小蘑菇 拿一個小蘑菇往這裡放 來 它重疊一格也可以的 那我們這樣的話呢就先煉製這樣一瓶藥水 用我們這個胖胖貓貓品過來分裝 做一個初級的智慧 好這邊是給了我們新的這個藥材來 我們先把這個智慧藥水啊先上架去賣 然後野豬的那一個力量敏捷呢我們上一批帶大家做過一個大家看到就是這個我們把生命下下來然後把這個智慧上上去就可以了 好在邊上直接結束這個周期 好我們接下來我們先來收集這個藥材 然後呢把這個新的藥給它種上 然後給了我們這個新的藥我們把新的藥都給它種上 然後這個新的藥呢時間大家看到會比較長 它做下去之後呢上面這個數字的顯示2 那說明這個藥材的話呢要兩個周期才可以成熟 那我們這邊一口氣給它們多種一點 好然後呢接著過來做我們的這個藥 常規鏈製 好大家看到這個底的話呢就按我們這樣子來鋪就可以了 然後呢再放一個蘑菇那邊可以重疊的嘛 把這個小蘑菇給它疊上去 這邊調配率的話是19% 那我們完成鏈製就可以了 是一個生命智慧的一個藥劑 好那邊鏈金升到了6級又可以種這個新的菜了 但是我們現在就先不管 好我們去上架之前呢找這個NPC啊 來物資採購一下把這邊能買東西都給它買 好買到這邊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瓶子的話不用買我們瓶子買一個就行了 主要是為了解鎖這個獎勵的 然後呢過來上架 他可以把我們這個生命力量給他下了 然後上我們的生命智慧 好然後呢來編上結束周期 好賺了這個13000 好那麼結束了之後呢我們先過來種這個藥材 我們剛剛開了幾個新的位置啊 裏面培育藥材 他給我們這個新的給他培育上 這個琉璃百合 還有這個樹莓 這個樹莓的話中兩個琉璃百合中一個就夠了 好我們接著回去做藥 好那這一次呢我們就這樣子來 大家看到像我這樣子來擺放 6個這個沒有6個5個 這個清新然後是要的話用蘑菇填滿 然後這邊可重疊數量還有一次 那我們再把這個蘑菇給他填上就可以了 那這一步為的是把我們這個藥材的等級給他升滿了 來用這個瓶狀來分挺 因為我們有一項要求是要這個藥劑等級拉滿的 大家看到這邊的話這個清新啊就滿級了 來我們收入這個店鋪 然後呢再過去上架 把我們這一個智慧換掉換成我們這個終極智慧 好我們一邊再結束周期 好好那麼這個5到7周就到這邊啦 我們繼續下皮再見的拜拜 好你接下來的話呢18到10周期 這邊其實給大家看成品圖啊 這個魅力智慧技巧然後魅力香氣技巧 好來我們這個北斗這邊啊是要一個藥劑 那我們這邊做藥的時候呢可以順便給他一塊做了 先過來這個培育藥材收穫一下 好收穫完了之後呢我們再過來做藥 常規鏈製好那麼北斗這個藥的話呢 大家看到像我們這樣子來鋪這個底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直接自己暫停然後照著我這個過來擺一下 然後呢這邊還可以重疊我們再放上一個貓菇就可以了 211的這個調和率 還有我們貓貓瓶分裝是一個終極的生命藥水 那正好可以滿足我們這個北斗的需求 那等一下煉製完了之後呢過來找這個北斗我們過來提交 提交藥劑把我們剛剛煉製的這個終極的生命交付就可以了 好把他們送走之後呢來我們再過來上架 好大家可以把這個生命智慧下來然後上我們這個生命 確認上架好然後結束我們這個周期 你賺了16000 好你接著來呢再過去收一下我們的藥材 好 我們接著過來做藥 要做我們這一個市場情報裡面的藥了 好那這邊底的話大家看到像這樣子鋪 因為剛剛升級啦解鎖了這個新的分車局 我們就只用這兩種材料就可以了 然後呢我們這邊還有這個可重疊的 我們再拉下來一個搶威 大家看到放在這個位置 好就這樣子來就可以了 做一個簡單的 智慧魅力藥劑 好 收入店鋪然後呢我們把這個藥拿過去上架 把我們這個 力量敏捷給他下了 然後上我們這個智慧魅力 結束這個周期 賺了1萬6000 那麼接下來呢我們先過來找這個NPC 物資購買把我們這個培育區域生完 這樣子就可以了 然後呢我們再過來生藥 這個收藥 然後這邊的話呢 好然後這邊的話呢 種一點我們這個新的藥材 這個烈焰花 還有這一個 分車局 那這邊變更都可以給他多種一點 好這邊種完之後呢 我們接著過來搓藥 好這邊種完之後呢 我們接著過來搓藥 好那這一次這個做藥的話呢 就 沒什麼要求啦 這邊隨便做了一個 終極生命 大家有自己想做藥也可以自己去做 反正沒有要求了 來我們就直接完成煉製 好收入這個店鋪 然後可以把這個 比較早集落這個藥 大家可以給他這個廢棄掉 好然後我們來這邊 上架 把這個D級的這個生命下了 換這個新的生命 好然後結束我們這一個周期 好那我們第一天的這個 到這邊就全部結束了 大家也不要忘記打開這個活動 然後把我們這邊的這個獎勵 全給他領一下 那大家跟著我這個步驟 做到這邊的話呢 我們全部獎勵都可以這個領完了 那我們繼續這個後天再見了 大家拜拜 我們來看看 很多會員 我們會和我們一起聽